第四段 There are some other ways to lighten your mood and they cost nothing There are 就是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 some other就是其他一些的意思 我们中文说其他一些 英文却说一些其他 这个就是一个语言的习惯用法 这也没有什么不知可否的问题 所以他说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ways to do something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个way这边是复数 那一个方式就是away to 重点是后面要加所谓的原型动词 做什么事情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其他的 可以去lighten your mood 各位这个lighten这个字 它原本它是一个 它这边它是一个动词 是从light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lighten指的就是点亮 那这边的点亮 当然不是指的是点亮 而是能够照亮你的心情 那照亮你的心情 就是所谓的让你能够心情愉快的意思 好所以他说 there are some other ways to lighten 使愉快 使你的心情愉快 and they cost nothing 好那这个mood这边 再特别的跟同学强调一次 这个mood呢 注意它是属于不可数的名词 也就是说它是不加s的 不同于我们之前 曾经学过叫spirits spirits如果当作情绪的话 不要忘记了 它是一定要加s的 所以就是mood跟spirits 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一些呢 其他方式呢 可以让你的心情愉快的 而且呢 and they cost nothing 好那我们知道 看到代名词的时候呢 同学稍微停一下 想想看这个代名词代替的是什么 看到代名词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先告诉自己的是 这个代名词到底是单数还是负数 它是第几人称 那这边一看they 我们知道是他们 所以它一定是个负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往前看 有负数的名词 是哪一些负数的名词呢 只有一个字 就是这个ways 方式方法 所以这边没有错 这边的they指的就是 some other ways 一些其他的方式 什么的方式呢 让你心情愉快的方式 而这些方式呢 cost nothing 来我们看一下 cost nothing 这个就是什么 不需要钱的 不必花钱的 其实它就是可以等于 be free的意思 那这边呢 特别要提醒同学 我们每次讲到这个东西呢 我们都一定会讲到的 我们说it或者是所谓的事物 是什么样的事情的事物 当有一件事情呢 它花掉了什么人 多少钱 cost 后面呢 可以接人 这边我们知道呢 可以接人 cost 某人 多少钱 后面再加上 钱 好 但是呢 当我们主持呢 是人的时候呢 特别要注意到 人花钱 后面接钱的时候 那不要忘记了花钱做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要接动名词 这两个动词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分清楚 它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它的主持 前面的主持 好 所以他说呢 有其他的方式呢 可以让你的心情愉快 而且呢 他们是不需要花钱的 是免费的 they cost nothing 最后呢 Andy在提醒同学的是 cost这个动词 它是属于 不规则动词变化 那动词三态呢 是属于那个 不变的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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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特别要再提醒同学一次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它说 For example You can take a few deep breaths 好 那说呢 举例来说 好 这个for example 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边呢 要知道的就是呢 这个片语 take a deep breath 好 这边是单数 表示呢 深呼吸的意思 深呼吸 我们英文呢 念成 take a deep breath 那这边呢 用的是复述 a few deep breaths 好 所以举例来说 你可以做深呼吸 深呼吸 当然是不用花钱的 他说呢 controlled breathing can lower your blood pressure and raise your energy level 好 这边的controlled breathing 这边你要特别提醒同学 这边要用ed 为什么要用ed呢 因为breathe 注意哦 这边呢 再复习一次 breath 这个字 它是一个名词 叫做呼吸 但是呢 不要忘记了 breath 这个字 后面多 e 它的发音 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呼吸 但是呢 它的发音 跟它的拼法 拼法呢 多了一个e breath 念成 ea 念成 a 的音 就是那个 道三的a ea breath 能念成e 长音 念成 e breath 好 所以这边呢 是control 不要念成 breathing 它是breathing 它是breathe 把e去掉 再加上ing 好 那control这边呢 指的是受到控制的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因为我们知道呼吸 是由我们人来控制的 对不对 我们控制它 要深呼吸 要呼吸的快 呼吸的慢 它是受到控制的呼吸 所以它说受到控制的呼吸 控制呼吸 这一件事情 can lower your blood pressure 好 那这边的lower 来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lower这个字呢 原本呢 是形容词 叫做低的 它也可以当作 它那个在后面 加上er之后 注意它 当然也可以当作比较急 但这边呢 它本身呢 是当作所谓的 急舞动词 后面可以直接接受词 就是使变低 使降低的意思 使什么什么 降低 lower 所以这些呢 控制呼吸 这件事情呢 可以呢 降低你的 blood pressure 所谓的 那个 叫做血压 and raise your energy level 而且呢 可以提升 你的能量 可以让你的 那个 精神的 energy 你的精神 你的体力的 那个水平 energy level 可以提升 好 接下来说呢 getting proper amounts of sunlight also helps a lot when you are moody getting proper amounts of sunlight 这个动名词片 可长的呢 对不对 getting proper amounts of sunlight 这一件事 注意哦 只要是动名词开头 它当作一个名词片语的时候 不管它里面的主词 动词 的名词是单数复数 我们一律要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看 所以呢 这个句子呢 其实你们发现 它这个句子的主词呢 就是整个动名词片语 从这里 getting开始 一直到sunlight 得到适当的 适量的 proper amounts of 就是适量的 的什么呢 sunlight 指的就是阳光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曾经学过了 an amount of 后面要接不可数的名词 好 不可数的名词 表示呢 许多的 很多 叫做an amount of 相对于an amount of的呢 就是a number of 许多 它的意思呢 要接所谓的可数 而且要接复数 可数 然后复数 名词 好 那我们也可以在amount 这个名词 这个量词的前面呢 加上形容词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a large amount of 我们可以在amount的前面 加上一个large 这样子也可以 那像我们这边的 的那个用法呢 它是用复数 所以呢 我们这边如果a 我们可以把这边 稍微做一个衍生 就是如果a 后面有接形容词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用形容词来修饰 amount这个量词的时候 再加上of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 形容词 后面再加上amounts 后面再加上of 但是虽然这个amount呢 它加了s 但是可别忘了 它后面依然要接什么东西呢 依然要接所谓的不可数的名词 好 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 所以 getting proper amount of 其实等于 getting a proper amount of sunlight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好 所以它说呢 获得呢 得到一些适当的阳光 也就是说呢 你出去晒晒太阳 晒晒适当的阳光呢 also helps a lot 那各位 那这个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chunk来看 就是所谓的help a lot 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呢 help a lot 你就把三个字呢 把它放在一起来背 表示呢 有帮助 有注意的意思 好 所以它说呢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呢 去晒晒太阳 晒晒适当的太阳 就是获得一些适当的亮的阳光 也可以有助于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对你特别有帮助呢 好 就是when you are moody 那这边的when 就是一个疑问词引导 一个时间副词指句 用来修饰前面的help 什么时候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就是当你when you are moody be moody 就是情绪不好 就是心情不愉快的时候 照照一些太阳呢 也可以呢 有很大帮助的 好 接下来它说 besize 此外 being a volunteer will make you happy because you know you are still strong enough to help so many people in need 好 这个句子呢 在我们这一段里面 算是比较长的一个句子 那我们慢慢来看 besize 这个字呢 我们常常看到 对不对 besize 这个字呢 就是所谓的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我们后面呢 就接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这besize呢 通常我们还可以用 等于in addition 也是一样 后面接一个完整的句子 此外除了所谓的那个 in addition呢 besize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what's more 也可以 后面也是接主词 接动词 这个时候 这些我们中文 全部把它翻成所谓的 此外 好 注意啊 这beside呢 这边呢 翻译成此外的时候要加s 所以呢 此外 being a volunteer 好 来各位 这边也是一样 又是一个动名词 偏语的 对不对 being a volunteer 就是当志工这一件事 我说呢 become a volunteer be a volunteer 就是去当志工 从事志工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忘记了 要加上being 就是所谓做志工 当志工这件事情 所以当志工这件事情呢 will make you happy 这个make 后面也可以直接接形容词 当他的受词博语 使你make you become happy 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边呢 他把一个become 给怎么样呢 给省略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说呢 此外呢 你去当志工 也会让你呢 感到快乐 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 这边就是一个because 引导一个所谓的 从属子句 来表示原因 为什么会让你感到快乐呢 为什么 being a volunteer 当志工这件事情 会让你感到快乐呢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 because you know that 再把这个that 给省略掉了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这边子句里头的子句 子句里头子 对你有没有看到 好 就是呢 你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这个that 所引导的这个子句呢 它是当作 极物动词 no的授词 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you are still strong enough to help so many people in need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重要的用法 我们稍微跟同学呢 提一下 也就是当我们用到 所谓的形容词 不只是形容词哦 副词也可以 后面再加上 enough的时候 不要忘记 后面也是一样 接不定词 我们就是go 足够的可以 做什么样的事情 好 就enough 后面 接不定词 偏语 就go怎么样 可以去总是 哪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呢 因为你知道呢 你是 够强壮 你的个人呢 不想要 你还有 你够强壮 不管是哪个方面 身体方面 体力方面 经济方面 时间方面 你都足够的强壮 可以去帮助 to help 所以这边的to呢 就是表示 be able to的意思 能够 你足够的强壮 那可以去帮助 如此多的人 什么样的人呢 这边省略掉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同学记一下 who are in need 那我们说呢 people in need 指的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OK 那我们帮同学呢 做一个整理 所以呢 people in need呢 指的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有困难的人 people in need 所以呢 这个句子呢 稍微复杂一点 我们再重新呢 再来把它看一遍 此外 当 志工这件事情 will 这件事情 将可以使你 变得快乐 为什么呢 because 表原因 对不对 因为呢 你知道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呢 你仍然够强壮 可以去帮助 这么多 需要帮助的人 to help so many people who are in need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 you can also make a list of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你也可以这么做 you can also make a list of something 好 那这边的make a list 来我们来看一下 make a list 好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列 列清单 好 我们知道呢 要去大卖场买东西 大卖场那么大 有时候一到那么 一到现场的时候 你都根本忘记 你要买什么了 所以呢 去大卖场之前 要列个清单 make a list of something 所以呢 他作者建议呢 你也可以列一张清单 什么清单呢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在你生命当中呢 所有的那些好事 你没列个清单 你才突然会发现说 哦 原来我是这么的幸福呢 好 我们看这段的最后一句 by doing so you will appreciate your life more 好 by doing 这个by 放在后面 这个by 如果后面呢 这个动名词的时候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 借由 借着这样子的方法 借由这样子的方法 就是用by 后面 这些动名词 那重点就来了 doing so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熟呢 这边的doing so 其实就是do so do so 我们在上一段里面 已经有提过了 那各位同学 可不可以想想看 这边do so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make a list 对不对 所以呢这边的do so 就是指了前面的这个动作 make a list 这个动作 所以呢 借由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边的by doing so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by doing so 其实我们就可以等于 by making a list of all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这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呢 他们要用这么简单的两个字 来取代前面已经提过的 才不至于会让人家觉得很啰嗦 所以我们就用doing so 来取代这些 making a list of 这么多字的字 就让英文呢 可以更简洁一点 所以呢 借由呢 列一张清单 这件事情呢 you will appreciate your life 好 appreciate 指的就是欣赏的意思 你会呢 更加的欣赏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这边more是一个比较及 更加的 好 所以呢 可以让你呢 更加的欣赏你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段